你知道施肥過後的植物會怎麼樣嗎? 我來實驗給你看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這是砂糖菊 最近這一兩天它出現了這個 然後我種植了三、四年 用自然農法的方式從來沒有施肥 所以我想說它在結果的時候 也給它施展一下 看會不會變好吃 它會不會也會跑來害臭 結果真的跑來害臭 現在要按摩的東西 它是別人的 這什麼東西呢? 它在啟動的時間,它越比越來越多 這個是葉竹圓春巷 它是透過它的那個吸管 插入果實裡面去吸取它的質疑 死果實不會長大 然後它會逐漸黃化掉下來 這個是葉竹圓春巷 釘文它的樣子是這樣子 它是把它的吸管 就是吸取裡面的質疑 然後 螞蟻就會上來 其實它因為它有甜味 為什麼它吃了肥之後 它會突然跑出這些東西 是因為它在結果 所以它的植株體 它本身是在弱化的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部 果樹為什麼會結果的內容 然後你施展營養下去之後 它變好吃了 所以害蟲就出現了 目前我發現有這些蟲 我在網路上查的一些比較 比較不用農藥的方式在處理 就是你每天就是要定時去咬它 然後要梳枝 不要讓它 不要讓它過於太密 它就很容易躲藏在裡面 很多齁 你來咬 這些春巷 鳥都會來吃 還有蟲蟲、四角蛇 這個都是它們的食物 但是它走到處理 很快 所以只有幾個星期 有些地方 第二天 它冰稿 prices呢 它也是 只是現在 一跟蟲蟲 哪會有 有些第二天 它是 可能是 凱蟲 有些二天 現在 幾乎都沒有 那個 幾乎都沒有害蟲 因為這幾週有下雨 然後我每天都去干擾它 所以當下雨完之後 它的肥料的濃度降低之後 它的東西可能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害蟲就離開了 這個是荊棘 它跟砂糖菊一樣 它是雲香喝的 所以這個就是從來完全都沒有吃過 而且它不會遭受到蟲害 它的風味會非常好 那為什麼我說可以不用吃的 因為這顆豆科它可以提供淡素 那玫瑰或這個桂花 它也會提供不同的元素在土壤裡面 所以在一個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根系 它會有不同的菌群 所以它們就會互相幫忙 那你唯一要去做輔助的就是 讓它們的光照都能均勻地照到 所以各個植物它都有 它需要的菌 或者它自己能培養一些菌 所以不同的菌在土壤裡面生長 就會提供很多不同的元素 所以這些植物才能長得好 你看我們家的草莊 它不是只有單一性草莊 你看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就有三四種草莊 我覺得我們人也是一樣 其實都需要有不同的個性的人 這個社會才能發展 如果太過單一 很多東西會發展不起 所以我在種的植物 你會發現其實就一種 然後它旁邊我都會 匹配不同棵的植物 然後去試驗它們的供生性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 當我們在追求產量的時候 那些蟲就一定會來 而且會吃得非常快 所以你就必須要花很多時間去照顧跟管 不然你一定會沒有收成這樣 所以我做過這次實驗 發現真的是害蟲會過來 這個 這個 都是上帝設計 這個都是上帝設計